哈喽各位宝贝们 我是白毛毛 三月份的最后一天我去脱了个毛 18年办的永久脱毛卡 12次 到今年竟然还有两次没用完 我可真行 不过我确实建议毛多的姐妹们脱的毛 脱了之后你才知道你的皮肤有多娇嫩 有时候我自己都想亲自己 这个努力看书的人 是我老公叫他胖胖就行 我就是这么大方一人 给我老公的爱称都分享给你们 大家一起叫 清明节的这几天 我跟我婆婆还有她 我们仨一块去了个书店咖啡馆看书 这儿的环境真的特好 给你们看看 这大阳光 这大绿植 晒一会儿减直了 不是舒服 顺便我想问一句 是不是所有的肌肉男都喜欢在野外待着 就别看他现在这样 其实他并不是很喜欢看书 他有空的时候老想上公园撒花去 现在他手里看的这本是蜘蛛写的《十宗罪》 如果你平时看不进去书的话呢 也可以从这本入手试试 基本上呢 我每次去看我婆婆的行程 都是在咖啡馆看书 我们仨谁也不用搭理谁 所以我跟我婆婆真的很爽 只有我老公待不住 我呢 有时候为了不让他无聊 会像这样哄哄他 你们看 就这个小电视 它是不是很眼熟呢 是不是想到了一键三连或者什么的 晚上我们仨去吃了个串 这家店真的巨于好吃 就是北京只开了三家 而且还都挺远的 你们要是有认识老板呢 能不能跟他说说多开几家 他们家的东西呢 都挺新鲜的 服务人员态度也好 这大蔬菜 大蘑菇 还有一堆说不上来名字吧 你往那一站一眼就能看出来 他们这收费是一根签子一块钱 说一特露怯的事 我头一回去的时候是搂着吃的 就那肉签子你们也看见了 就那么一小块一根 所以我一看这么点 心说这不得照人均二三百的吃啊 嘿 结果我想多了 也就火锅的正常范围吧 人均一百一左右 偶尔去吃一次真挺好的 后来我想了想 觉得这种方式也确实不错 也省得眼大肚子小的 饿成疯狗了 你过来也得少量多次的拿 你拿两回就知道累了 完了呢就懒得动了 就吃饱了 挺好的 哎 你们小粒一般都怎么调 我具喜欢海鲜汁 就加一坨的香菜跟葱花 再来点豆子 我靠 超他妈完美 如果实在没有海鲜汁 我才吃这么酱的 因为在我不到三十年的人生里 我有将近二十多年 吃的都是麻酱 吃腻了 虽然我也听说过 猫死海鲜汁 是用酱油调出来的吧 那我不管就好吃 唯一的就是 他给这微嘴有点难受 你说挂脖子上吧 大了着 往上寄点吧 又勒脖子 索性我就给他挂头发上了 完美 还有你们吃串 的时候都怎么吃的 我为了保持优雅 并没有拿着串直接吃 这样一个一个给他弄下来 真对不起 我实在不是很会吃 弄成这样非常开心了 来来来别客气 美食区老规矩是把粉丝先吃 最后我们吃了这么多签子 服务员数了两遍 没过两天呢 就听说上海疫情越来越严重了 所以决定去趟超市囤货 现在我剪这期视频的时候 其实已经四月底五月初了 呵呵 北京得到了史上最短摘星时间 只摘了几个小时又上心了 据说过两天就要封控了 我真觉得我特有先见之明 绝了 夸多了难受 谦虚点啊 不说了 其实我们家有山姆的会员卡 但是我真的不想让反华企业 觉得中国人没骨气 所以虽然山姆的东西很好 我们还是把卡退了 探索了一家新的超市叫福迪 顺便一提啊 维他奶权限产品我也抵制 懂的朋友呢 可以给大家科普一下子 就后边这些大蔬菜 大主食什么的 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大家也可以弹幕帮我标准 都试什么 顺便锻炼一下手脑 我之所以拍这个小姐姐呢 是因为我看的时候 老怕她拉着手 但是又很佩服她的技术 所以给你们也欣赏一下 就不得不说 她这的鱼也都挺新鲜了 你看上哪条小哥当场的给你抓 我们买的这条武昌其实是最后一条了 但是你看 依然活蹦乱跳的 这家超市不大 东西没有赏普多 也没有便宜到哪去 年卡是365一年 其实有点小贵 但是呢 它剩在蔬菜啊 海鲜啊 啥的都很新鲜 于是我们就撒开了狂买 粮油米面肯定少不了的 最重要的是调味料 都得备足了一个月的 但是她这零食实在太少了 这要是认识这家老板呢 就麻烦跟她说说 补充点零食货架 我求求了 做好准备 接下来的节目是 张女士现场教你挑防范鱼小课堂 看了吗 合的 像这种 三红的 是最鲜的 二的 二 一块怎么卖啊 一块两条的 99 两条99 哎呀还行哎 它这还有个窗口吧 能帮你直接把鱼处理好 我觉得特方便 但是后边这个动作 我又怕不过神 所以就不给你们展示了 虽然很残忍 但是确实好吃 我要说一句 谢谢鱼 哦对 还记得我买的这个蛋糕 只有三天保质期 我肯定是没吃完 所以我就给冻起来了 别看我这卖相不好 真的 具余好吃 口感吧 至少跟八喜齐平 说要吃啊 这个月有俩东西十分之符合 真不如广子 纯测评 第一个呢 是我买了玩的 就这松饼 我一方面又想尝试做点新鲜玩意儿 但是一方面吧 我知道我肯定不会经常做这么麻烦的东西 就很讨厌一买买好多原料 然后可能会浪费 所以我有一天就突然间 在网上冲浪的时候 发现这玩意儿了 它就是原料都给你配好了 那些不常用的吧 都会放在材料包里 同时呢 又有你自己动手的部分 就简直了 我就瞬间买了好多 现在给大家看的这玩意儿呢 买的时候39块钱两盒 肯定是比你买一堆原材料 折合单价贵 但是咋说呢 对我来说浪费了才更不划算 所以我真觉得挺好的 做的步骤很简单 就是把鸡蛋牛奶 按比例这么弄进去 然后揉吧揉吧 再往锅里这么一倒 那冒泡的时候 确实有点恶心 但是哎 一翻面就好了 嘿嘿 我觉得真可爱 哎就成了 我觉得现在这个麦相 已经非常好看了 是我突破极限的一个麦相 这件事它是否好看 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我突破了自我 对不起我编不下去了 就是这个我决定尝尝 我真的是觉得 吃这种饼子就得用筷子 大家来本丝先吃 味道呢是很不错的 我决定赋予它 我给甜食最高的评价 就是不后 嗯不错 挺好的 要吃这巧克力 这点甜 光吃这饼子不甜 然后就是这午餐肉 你们呢也知道 我的这个从业经历 稍微有点丰富 也做过品牌营销啥的 肯定认识各种各样品牌公司的朋友 有事没事呢 他们就投喂我一些东西 这就是其中一朋友送的 有一说一这个肉肯定是不便宜的 他们其间店现在活动价是60块钱一盒 一盒里边就三块 等于是20块钱一块 但是因为我在食品公司答应我嘛 所以稍微了解一些怎么看食物成分的标准 从午餐肉的角度出发 他们这个含肉量真的是没谁了 很多午餐肉会掺和淀粉 是大家都知道的事 因为没有淀粉就会散架嘛 他们呢这个87%的纯猪肉 含肉量就是属于再多一点就要散架的地步 剩下的13%呢 他们也没用淀粉 用的是藕粉之类的 所以确实贵了点 我觉得大家因人而已 毕竟最近双汇也折了嘛 拿这当个桂涕也是可以的 然后他送我的这几个口味也真的都挺好吃的 什么番茄的玉米的 我是不喜欢直接吃的 所以我就用做荷包蛋剩下的油炸一炸 或者直接扔空气炸锅里 他自己就出油 最后呢就是他们肉班长这名字起的是真可爱 所以我十分推荐 哦对说到吃呢 我还想给你们介绍我的两个好姐们 我们仨是高中同学 在一起十多年了 基本上没事的话 每周五都会约个会 不出意外的话 他们俩应该一直都是我这辈子最好的朋友了 冰列第一吧 这个月我们仨觉得值得推荐的是一家汉堡店 叫这个 虽然味儿还行 但说实话真的又小又破 这椅子少到多一个人都得站着的程度不说吧 点三台厨房啥都在一块 除了大家就在那倒倒汤汉堡 刀头娃子呢就直接给你端过来了 我们仨呢 一人一个套餐都是88一份的 不过因为确实好吃 所以我也就忍着环境问题了 我吃汉堡属于放番茄酱怪兽的那种 有同好的话呢可以扣个1 哦对 夸一下这个土豆浓汤 非常棒 一喝就知道是实打实熬出来的 不是逼成客那种 不过说回来了 我也不是啥美食家 反正我自己是挺爱的 你要是非得让我品评一下的吧 我还真有点词穷 你先看鸡块不吃吧 后来再给一块 一口一口就著了 两口就这么一口 对 那他两口 赶紧吃 吃完饭呢 我们一般会顺路在各种胡同里溜达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网上的北京胡同 其实还挺不一样的 现在你们看到的是我已经调亮了的结果了 特别是这些有居民居住的胡同 其实灯光总是很昏暗的 路又很窄 偶尔才会溜达出来一两个邻居上厕所 没疫情的时候呢 大家会坐在院子门口聊聊天 现在也看不见了 说个矫情的话 就如果把胡同里的安静 跟外面喧嚣的车水马龙对比一下呢 甚至有时候会让我觉得这是两个时空的世界 我每次恍惚的时候都觉得 自己是不是穿越回了小时候 就这么多年了 北京的胡同一直是这样 其实这个门跟我身高差不多 就是作为一个从小在大杂院里长大的孩子 来告诉你们一下 对 就这么看好像很小对吧 这么一个小门里头能住 就三四十间吧 像那种很多的地方 就上百间都有可能有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种大杂院不出名 因为北京最出名的虽然是四合院 但四合院并不多 一个胡同里大部分全是这种大杂院 哦对 说到上厕所 我给大家讲个冷知识吧 也不知道别的城市是不是这样 至少在北京 大多数胡同里的居民还是要用公厕的 家里呢一般放的就是尿盆 马上就出来倒一下 可以说北京的胡同里除了刚才说的大杂院 就是公厕多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啊 只有在北京 还得是东城区这种市中心城区啊 它能出现公厕传染五六十例的 实话讲 我看到很多人说北京的这个防控不太理解 就因为这么个传播啊 公厕都不让用了 还得扫码这个那个的 其实我估计要放别的地方吧 公厕也不会传播这么凶 但你放的胡同里 还是东城区这种几乎全是由胡同组成的城区 那就是因为周围居民都得用 一天得用好些次 那就相当于是多次时空密接造成的 所以这个东西吧 你不严格防控它确实不行 不过这也就是我个人意见 你们有啥想法也可以讨论 记住我一直跟大家说的啊 又独立思考 你看看 我又不小心说教了 真不好意思 这也挺有意思的 我们也没想到 从这么个小胡同里穿出来 竟然就是南楼古巷 这家太有意思了 大门外头拦了个玻璃指纹锁 可能是为了保存这个古迹 我们最后出来的地方呢 正好是后海 然后我这位小个姐们呢 非要玩一下上台阶 我们就在此地傻傻地玩了一下 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讲 对于小学生来说确实有点幼稚 对于30岁的人来说刚刚好 我们现在从后排往映的鞋街走出去之后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今天的散步结束 再说个冷知是吧 来北京旅游 看到这样的道香村赶紧跑 全是假的 北京最正宗的道香村呢叫三河道香村 一定要看到三河在近才不会被骗 哦对忘了哪一天了还是跟他们俩去逛前门的时候发现了这只悄悄吃饭的猫 哎就你瞅他那塞帮子 狂吃狂吃的 这么可爱 我就悄悄拍了拍他 出完吃呢 又溜达溜达 这个溜达呢 相当于饭后运动 那我就再跟大家汇报一下健身吧 去年裸辞之后呢 脑子一热就办了张健身卡 但是我属实高估了我的勤奋程度 我就经常找理由不去 本ENTP虽然知道自己做了不对 但尾时也不想改 终于有一天 当我说我不去 是因为这个健身我太痛苦了 一个人缺少陪伴感 不拉不拉之后 蓬蓬受不了了 他也去办了一张 封住了我逃避的退路 从此以后如图所示 我在身边多了个健身教练 打卡 太多了 打卡 7 8 2 3 2 又又又 又一次 被人当成肺痒痒 你的脸好大 我皮肤真好 你的脸好大 今天是多少 Dayfly Day6 3 第8千 你看他这是摇摇乐 老年摇摇乙 高阶版的公园大爷 有时候我们俩练完了呢 回去逛逛超市 顺便买点各种东西 我脑袋上这帽子是我大姨给我勾的 真的超巨暖和 请记住这包小蜜蜂还有这些猪猪 因为实在太可爱了 后来没忍住就买了 刚蒸出来它们就沾一起了 而且还挺烫 到底它是肉松的 不是肉馅 你虽然新鲜这样挺好看的 我觉得可以出镜 真的 肉松我也吃给我妈吃了 猪猪 豆沙子 IMBT人格特火那两天呢 我让我妈也测了测 发现它是ESTJ 本ENTP感到十分之准 当晚就做了各种功课 找到了不少能知道我妈的方法 别跟我说这不是什么心理学正宗流派这个那个的 就在我这第一图一乐 第二呢只要能知道我妈怎么都成 说出来吧 你们可能不信 我们家的数码产品都是我在修的 我们家这位呢 老习惯往桌面上放文件 结果前两天又被他整崩溃了 我就给他重装了一下系统 顺便加了个彩蛋 希望他每次一开机就能知道我在叫他 汇报一下手工方面吧 我其中的那个高个姐们呢 说他缺个小卡包要放公交卡 我就拿剩余的线呢给他做了一个 因为我做手工的时候吧 都是在刷剧之类的 所以很少想起来拍摄 就这回勉强拍了一个过程 剩下的麻烦大家凑合看看照片吧 这个包呢是我做给我妈的 她说夏天想要个手拎包 我就找了几坨这个颜色的棉线勾了一个出来 我自己还挺满意的啊 然后这个呢 就是4月份完工的最重量级作品 这是我从春节就开始动工的毯子了 是给我妈的母亲节礼物 这个毯子买的材料包 叫丘吉尔庄园毯 你们可以搜搜去 那里边视频也很清楚了 有基础的可以做做 纯新手的话 属实有点全退 这个月的vlog呢 就完事了 我也不知道这种视频形式 你们喜不喜欢看 可以评论告诉我哈 只要有人看到 我就接着发 最后给大家看一个我在商场碰见的 迷之可爱生物 希望大家观看快乐 拜拜